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啊 我是决心要造出喷泉的小院 上次我想起了之前家乡的标志性建筑 喷泉 于是特意去了一趟地狱 挖了成堆的下界石鹰 准备把它们全做成石鹰块 喷泉就做在入口这儿 用石鹰块先搭建一个地基 然后再顺着地基往上面盖 让我想想应该有多高 嗯 这么高差不多吧 接着再往中间放上一些石鹰 多搭建几层 毕竟这喷泉可是我大空岛的标志性建筑 后宫减料这种事情是不能干的 好嘞 石鹰块这么快就用完了 不过喷泉已经建得挺高了 得去第一弄点过来 直接跳下去吧 反正我的身体健康不怕摔 啊 经历过千辛万苦 终于挖够了石鹰 用原石搭起来把我送上去 加快效率 最后在中心封顶 站在上面真的是一览众山小啊 下去优化一下 这样还不够 把下面的平台延伸出来 再打高一点 这样水流下来就会很好看 OK 搞定了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 把水倒在顶部的石鹰块上 哇 它顺着喷泉往下流了 哼 我要多看一会儿 非常不错的样子 就是感觉水不太够 回家再去弄桶水来 先去箱子里把水桶拿来 再去摇点水 诶 你们这些小鸡 倒是很积极地欢迎我吗 真乖 那就给你们喂点食物作为奖励 先到先得哦 哇 又收获了好的鸡蛋 可是地面已经很勇气了 该怎么办呢 诶 我的项目很旺盛嘛 那就扔到树上吧 哎呦 我真是一个天才 嘿嘿 反正这些小鸡都会飞 这点高度应该摔不死吧 啊 耽搁太久了 赶紧去把我的喷泉做好 把这边的石鹰块打掉 不然水都不往底下流 哦嘞 不好了 水都满出来了 这该怎么办呀 在这位建个围墙吧 这样水应该就流不出来了 嗯 搞定 效果不错 等会儿 喷泉附近的那个是什么 啊 我这个猪脑袋 怎么忘记插火把了呢 都开始刷怪了 先把这两个怪给解决掉 做个梯子上去 啊 这样方便多了 在四个角落都插上 这样就没问题了 啊嘞 我的水怎么又满出来了 啊 苍天啊 大地啊 造个喷泉怎么这么辛苦 亲爱的小伙伴们 给我唱首你们最喜欢的歌 为我加油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age的 gro大 功夫 猪 ст 可爱 有点 有点 到 满边 转白 转發 转发 转发 转发